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一百六十克这个温菜水几十 还有这个红薰薯 现在先把这个面粉倒进来 你要把这个切红油倒进来 摆一下 现在就倒一点水慢慢的调开 好了 已经油到它不浆手了 现在这个面团已经光滑了 用这个保鲜膜来把它下来 给它发到两倍大的时候就可以了 先去暖掉很容易发酵 先去冷又很强 现在我先把这两个红薯削皮来 然后拿来蒸 先把它切好 然后拿来蒸 我切薄一点就容易熟 我切薄一点就容易熟 现在不要放下来蒸了 然后就把蒸了 把鱼蒸了 把鱼蒸锅切好上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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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趁热的时候又放点白糖 再放一酷的秋母 还有加一点点的面粉 给它炒成一个面团 这个紫薯要把它搓成圆形 这个面团已经发好了 就把它灭开 然后中间放一个紫薯 在上面收口 就这样可以了 等它蒸的时候就会裂开了 现在我做的这个是双层了 竟然要把一个挤熟在里面 外面还要包多一层 三层两层 就这样蒸15分钟 然后再关火再蒸5分钟 就可以拿出来了 已经给它蒸多5分钟了 哇 发的好大啊 这个正是今天做新鲜出炉的 几十八 你来 这个干净了 准备做我做茶 我看一下好不好吃 再告诉朋友们 你说话好不好吃 急死我了 如果说不好吃 会不会被挨打 等下这些就拿回去给老爸老妈他们 还有那老人家吃 大家如果喜欢吃这个红薯开口包子的话 就跟着我的视频来做 跟着九妹的视频来做 喜欢我跟九妹的视频记得点击干净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大家想了解九妹更多的土特产 就点击屏幕右下方 了解更多 谢谢大家的支持与关注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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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